6月29号的晚上到30号 云南昭通市宜良县遭遇暴雨侵袭 牛街镇毗邻的白水江猛涨了大约10米 淹没了沿河房屋的低层 200多户房屋涌入河水淤泥 而柳西乡中学是沿河而建 操场教学楼宿舍的一楼全部被淹 回墙倒塌大约有60多米左右 昨天上午1124名师生员工 全部被转移到了乡政府避险 初步统计此次强降于导致宜良县 四个乡镇37个村27840人受灾 暂无人员伤亡 目前白水江水位已经逐渐下降